雞有雞味,魚有魚味,牛有牛味,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 大家好,我是阿肥 我是阿愛 今天來到深圳,萬象食家,吃什麼? 吃這個自助餐 就是我們身後了,萬有 對,環球美食百會 聽說有很多美食 最重要是有海鮮 更加有你喜歡吃的貴蝦 是的 事不宜遲 開始看我們的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記得訂閱我們還有按鈴鐺 我們出身邊的時候 大家會一起吃飽 同樣都是,價錢是準備先公佈 不如先講一下交通 這裡是一個筍江站 出來已經去到萬象食家商場 去到五樓就可以去到這間餐廳 我們現在就去吃了 我一起吃飽 都要喜歡的 我喜歡的 我們就去到二樓 去到八樓 吃飽 honey 我來吃飽 我來吃飽 坐在一陣子裡 有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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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蘭蘿蔔直接自己去炒就可以了 我先吃個小青龍 湯底有分三種 我叫麻辣湯底,清康和有熟氣燒 試試看 外面有醬汁給你自己調校 很多龍蝦誤會有彈性 不錯 原來它會主動幫你剝掉龍蝦殼 才放進鍋裡煮 當然不需要幫你自己放進鍋裡煮 都一樣是可以的 不過在想,它剝掉了我的蝦頭 變成我吃不到蝦頭的蝦糕 這裡也有蠔 蠔很有趣 我看不只放在邊爐裡煮的蠔 另外還有蒸蠔 我看蠔很大 蠔不是生食,一定要放進去 我想說這個紅味很濃 加上它很肥美 完全不韌 好吃 先試這個拿尿蝦 這個拿尿蝦不是很大隻 不過看它的肉質是如何 我試我最喜歡吃的桂菲菲鵬 我不知道有沒有沙 這個拿尿蝦是生蠔的 但我覺得它的肉質不是爽 我覺得這個桂菲菲鵬很肥 有一點沙 先試另一隻背後的鱗 另一隻會比較鹹 但它是淡淡肉的 龍蝦除了有小青龍之外 這個就是藍龍 不過老實說,外面有點像小龍蝦 因為藍龍其實是生歐不出來的 但我覺得它的肉質沒有小青龍那麼爽口彈牙 你覺得是哪個好吃的? 小青龍 試試一些火鍋配料 外面會有少量的火鍋配料 普通午餐肉類都有 我們當然要試試其他 例如我試試這個毛桃 我想說毛桃也是太久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貨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裡的牛 看到這裡的牛 看上去都蠻漂亮的 牛都有幾款 對著我手上試的 這是雪山的和牛 先試試 這個和牛有牛味 它是偏瘦的 你看到有沒有油的香味 它是偏瘦的 而且它切得比較薄的 所以很快就已經熟了 而且它的爐子也滾得挺厲害的 挺快的 阿肥就拿了什麼回來呢? 蠔 蒸蠔 重點是你開回來的時候 它還沒有開 但是放下就有人幫你開 哦 好大隻 不知道蒸蠔好吃還是 自己打火鍋的好吃 它還有烤蠔的 對 嘩 它味道很重 可以用肥味 我可能喜歡吃吃火鍋 我喜歡吃蒸蠔 味道呢 原汁原味 都是 那裡有餓光的 不過真的要等 而且一拿就 一出就已經拿完了 師傅很有它的要求 要有擺盤 很漂亮的 菠蘿燒了焦糖面 好像甜甜的 酸酸的 鵝肝的油香味也不太 那些菠蘿甚至會帶到鵝肝的味道 我就是想這樣說 因為它的鵝肝也不至於很厚 鰻魚已經燒了 放在這裡 好 我試試這個芝士焗蝦 這個鰻魚我覺得不夠肥 而且冷了 醬汁很堅 所以麻煩你 好 你的蝦怎樣 它的芝士好多 厭不厭 不厭 暖暖的 蝦的肉一開入變 不只是爽口大牙那種 加上它的芝士好多 所以 反而芝士的香味出來了 我試試蝦蠔 蠔有三種做法 這是最後一種 蝦蠔 最喜歡哪種做法 蒸蠔 原汁原味 這個蝦蠔也好 因為真的夠肥 而且上面的蒜蓉 拿地 不過我覺得蒜蓉和拿地 破過了蠔的鮮味 嗯 省少少 這個帶子很小 而且它燒得不太太 硬 這樣 倒 apprendre 有點乾燔 jet Dot 那こ就屁股 這條蝦蠔 這也是豬腩肉的野菜 平常在這裡吃的 常常的肉是 Carol 很細糖 但是它這是很細酵 精透 而且更細酵 但醃了點 還有榴槤 對 還可以喝今天 多不多人了? 不多 因為這個水果太豐富了 很多水果 很香 甜蝦也很香 先試一口鐵板牛扒 放了很多不是甜味料 好像很鹹 阿肥,你正在吃熱食的途手想吃甜品 甜品不太吸引 只是一個小雪櫃 像香港的放題 甚至香港的甜品吸引 相對上色了少少 少量的甜品,還有雪糕 牛扒偏乾,不夠肥 而且不夠牛味 也不夠香 剛剛我吃完的綠色蛋糕 蛋糕的質感不算太鬆軟 幸好不是糖霜 不然我怕會太甜 試試白賴沙 寫著是大福 試點心 排骨 排骨很軟 但酒樓的水果差很遠 大福很一般 皮很厚 雖然很硬 但裡面的甜品很像芒果 整體的甜品很一般 這個湯很可愛 有一點胡椒 好像胡椒豬土雞的味道 算是好喝 不過胡椒不是重了少少少 基本上差不多了 還要多幾轉 小青龍 蒸河 我們吃完了 是時候開副價錢 每位249元人民幣 進來的時候 除了收了你的錢 之外 也要付100元 我今天 是時候給我推介指數 好 阿肥推介指數 3分 加上6分 比較扣分 它的款式 沒有想像中的名字 萬有 沒有魚 甜品 甜品相較少 就是一個小小的貴 它應該是預料不夠時間吃甜品 對 因為你是專攻海鮮 對 拿著海鮮已經沒有時間了 不過走到它的火鍋 火力夠慢了 所以你吃火鍋的效率很高 我覺得這裏差點是 一般我們上次吃的火鍋 因為冷氣比較熱 加上一齊 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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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加熱 好像本人已經身處於火鍋 對 就是這樣 好 那就差不多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正所謂食物質素 可升可熱 甚至突然沒有質素可熱 所以大家因應自己 承受風景的美食 今期的影片就差不多 如果大家還想看更多關於我們 在身分吃自我餐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最重要的是第五個頻道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和WhatsApp 所有的鈴鐺在下面可以看到 本星期二、五晚上十時準時開餐 另外我們每個月都會做一次直播 想知道什麼時候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下一餐再見 拜拜